歡迎來到台南帶路 歡迎來到台南帶路 用台南人的角度帶你行遍萬里路 大家好 我是阿波 今天我人在礁溪喔 有沒有聽到慘慘的水聲 還有我頭上已經在搶的呢 冬天泡溫泉最舒服了 今天我要入住的飯店還有 溫泉水熱源 而且還有五樓高的 溫泉滑水道 帶你們來體驗一下 什麼是溫泉滑水道 來看看這間飯店裡面到底有什麼 好吃好玩 而且房間到底是怎麼樣的舒適呢 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去探索吧 我們出發 接下來呢 大家應該跟我一樣期待吧 我要開箱我的房間了 來囉 哇 超大的啦 這不是KING SIZE的床了吧 這是KING KING SIZE的床了 這是兩個單人床 大單人床合起來吧 床好大喔 而且你看還有一個客廳 有沒有看到 這個空間很棒耶 我趕快探索一下 等一下跟你講一下 到底房間裡面還有什麼奧秘之處 如果有秘書旁邊再泡一杯咖啡 然後在這邊好好享受一下 愜意的晚上 這間飯店我真的是太喜歡了 雖然說它的歷史比較悠久一點 但是呢你看 它整個空間感拉得非常的大 而且我覺得它的設備都有翻新過 目前來講非常的滿意 我們去看看它的湯屋吧 它的湯屋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廁所 跟它的泡湯的位置是分開的 可以安安心的上廁所 安安心舒服的泡湯 然後呢它的浴池我剛剛這樣看 如果你是小夫妻兩個人來這裡 非常的適合 為什麼呢因為兩個人下去剛剛好 如果你想要增進情感的 來這裡泡湯 沒錯 好啦那晚上呢 除了我會在這裡泡湯 阿波入浴 貴妃出浴之外呢 還有一個他們的公共設施 聽說他們的SPA樂園 人家正常都是SPA尺而已對不對 沒有它是SPA水樂園 等一下呢我就去玩一下 分享給你 我們出發 我現在在這個區域呢 就是他們的室內區 然後這裡呢其實有五十幾種不同的設施 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啊你看這樣 有五十幾種感覺 外面八度 這裡呢 都差不多三十度到四十度 非常的舒服 我等一下要玩滑水道 但是為了避免抽筋 我在這裡先簡單的 讓身體暖起來 真的很舒服 如果怕冷的這個 室內區 很棒 如果你不怕冷 室外區還有很多設施等著你 接下來畫面如有不舒服 噁心想吐 都是正常現象 請不用擔心 太棒了 我得救了 我覺得我剛才差一點死俏俏耶 而且啊它這裡等一下喔 還有一些不同的精油溫泉 但是都是室外的啦 室外它超多超多種不同的溫泉 什麼精油溫泉啊 不同的口味啊 煮下去上來的 都不同的口味這樣 最主要是 還有一個高空滑水道 我忍到我都 大舌頭了 高空滑水道啦 等一下呢 我就去玩給你看 可是它有一定的開放時間 所以來 要注意一下喔 如果 沒有玩到 你就要等到下一個時段了喔 好 趕快回暖一下 我們去玩一下滑水道 好 高越冷 快走快走快走 那邊 那邊 你躺 中手幫你回去吧 你躺 中手幫你回去吧 你躺 中手幫你回去吧 好 可是我有抓的一隻 我 好 開始了 超市集 爽 不舒服畫面 終於過去了 解脫了各位觀眾 我 你躺過 我 你躺過 Kind of girl that I can really trust No Cause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Baby what about it I walk away 我們要吃烤雞三吃 我覺得它就是把烤鴨做一個變形 它用蔬菜去包 但是裡面呢它包一個很特別叫百香冬瓜 百香冬瓜聽起來就非常的解膩對不對 第二個呢就是人家說烤鴨甲餅它是什麼 烤雞捲餅 這個呢我覺得一定好吃 但是我必須現在吃一個原味的 他們的烤雞啊 是用非常非常多的藥材 去進煮之後再下去烤的 然後他說要沾這個有沒有看到 這個一拿過來超級香的 很像你在那個吃那種高級的當歸湯的味道 然後他們說直接沾這個湯 它的當歸味不會很沖 它的中藥味沒有很重 聞起來香 聞在嘴裡啊完全是雞油的香味 還有雞肉的嫩度 然後呢就是這個 他們說吃起來會更清爽的 百香冬瓜 然後用蔬菜把它夾起來 那冬瓜超加分 因為這場吃烤雞啊 那個皮雖然脆 但是下面還是有一層薄薄的油脂 那冬瓜那個甜味在嘴裡 加上外面的蔬菜 完全把油脂變成甜味帶進嘴裡 那冬瓜真的加得太厲害 烤雞捲餅 它非常的用心 當它的捲餅上來的時候 它還是在蒸乳裡面 所以它的餅到現在你看還是軟Q軟Q的 它裡面甜麵醬沒有很甜 我們帶一點點的甜麵醬那種鹹味 然後跟雞肉 雞肉比較嫩 跟餅的口感完全搭配 最後小紅瓜的脆感出來 好吃 吃完油油嫩嫩的烤雞之後呢 來一個手捲清爽一下 它手捲料非常多耶 這放在第二道菜超聰明的 可能嘴裡啊 又一次清爽的感覺 等一下 我可以再吃下一道 這一道厲害了 它叫做乾燒紫茄衣服麵 這個麵齁 你看喔 我在拉的時候 它麵就很特別 它麵條跟人家不太一樣耶 好像是濃縮濃縮再濃縮的雞蛋麵 所以它那個Q勁非常非常的重 它的茄子啊 就是有一點點的柔軟的感覺 但是外面還是有一點嚼勁 不會爛爛的 主廚的功力很強耶 這個呢 很特別 它的蝦蝦呢 是配胡麻醬 大胡麻醬有特別調過 它帶有一點點刺激味 像芥末的東西 蠻香的 蝦很甜耶 真的很甜 它的湯是用蟲草 然後再加些一些中藥啊 這自然的甜味很舒服耶 超香 好啦 那吃完好吃的烤雞宴之後呢 我們要回房間 好好舒服的 再泡個湯 然後睡個美麗的一覺 今天還是看我 想不到還有第二波 傷害眼睛時間 呵呵呵 又是泡澡的時刻了 哎呀呀 為了避免 我的小波波被你們看到 你以為結束了嗎 還有第三波呢 大家早安 欸 我跟你講 在這裡啊 中關的床齁 意圖使人昏迷啊 我們真的睡到差一點 忘記吃來吃早餐你知道嗎 有夠好睡的 它那個床啊 滋生力很強 所以你在睡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嗯 怎麼翻怎麼翻 身體好像都像被包覆住一樣 很舒服 超舒服 而且 也可能是因為有放過溫泉齁 你整個人很放鬆 真的是住假好地方 吃早餐 來 嗯 就給你 養肋多 還有這個 熱豆漿 品項是蠻多的啦 所以在一個美好的夜晚之後呢 早上醒來吃一個豐富的早餐 很讚 好 吃完早餐整理一下呢 我帶大家去買一間在地的老店伴手禮 期待一下吧 我們等一下就去買賣伴手禮 跟大家做個結尾囉 或者寒冷天氣帶大家來買個伴手禮 它是宜蘭在地的老店喔 它叫做掌房老圓箱 掌房老圓箱 這個是我在地的朋友啊 每次來台南都會買給我的 它的牛舌酥 它就是牛舌餅的概念 但是它把它扁扁扁扁弄成餅乾 超級好吃 但是我是覺得蠻香蠻甜的啦 然後這個呢 還有一些什麼鴨賞啊 或是一些酥餅啊 都可以在這裡買到 我覺得蠻不錯的 如果來宜蘭的話 大家可以來這裡試試看 買它的伴手禮 很讚 好啦 那今天的 宜蘭寒冷之旅 我們就先告一段落啦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中冠礁溪飯店 真的蠻不錯的喔 有機會可以來住住看 玩一下高空滑水道 我們下部明天 掰掰 我們是循環的活水 水會一直補進去 了解了解 然後會讓水一直流掉 就是你在裡面泡的時候 水是活動的 所以我們的水質其實 是在朝夕數一數二的 最純的 太棒了 太棒了 等一下我來體驗看看 可以 好的